盘点小组织成员们执行过的S级任务次数 众所周知S级任务是火影中等级最高难度最满 同时也是报酬最高的任务 工作内容可能是依据他国的邀请参加战争 暗杀药人以及运送经历文件等等 报酬为100万两以上 没有点实力接了S级任务就是送死 下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 小组织成员们各自都曾完成过多少次S级任务 首先与制播用 从公式书来看 又执行的S级任务仅有一次 显然就是灭掉与制播一组 这次S级任务是团葬代表牧业高层向右下打的 对右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 同时也是一个几乎难以完成的任务 又虽然是天才 但此时也只不过是在暗部待了两年而已 想以一人之力灭掉能和牧业抗衡的与制播一组完全没有可能 所以在决定灭族之后 又找了经常在牧业出没的神秘面具男 两人联手 面具男代徒解决与制播警务部成员 也就是与制播一组主要的战斗力 其他族人包括自己的组长父亲与制播复月则游又自己一人解决 很怀疑又是不是早就提前对所有人下了换数 所以出手才这么顺利 比杀猪还快 他只将自己的父亲作为唯一的对手 但复月白给的选择也让右轻松完成了这次任务 其实这次任务应该也算是三代火影默许 虽然在看到与制播惨烈的现场之后 他还显得对团葬的独断专行很是脑梦 当面罢免了团葬的一切职务 并让其自罚三杯关禁闭 最后面对右的告别 三代也只能表示很遗憾 答应了右的最后一个要求 照顾好什么都不知道的佐助 而右给自己下达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加入小组织 确保小组织今后不对木叶出手 这应该也是一个S级任务 需要用一辈子去完成 在右离开之际 团葬还派出手下想将右灭口 然而这两人当初在接近右的时候就已经被右种下了换数 只要他们对右出手换数就会自动发动 两人直接白给 加入小组织后 右基本上都是在滑水 出工不出力 可惜的是三代死后 木叶彻底断了他这条线 小组织很多情报又都没能传达给木叶 第二位 戴土 S级任务同样只有一次 这次任务显然就是第三次人界大战之时炸毁神武皮桥 这是当时阎影村大军补给线的必经之路 木叶想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就只有将其炸毁 而接到这个任务的就是水门班 确切地说是卡卡西戴土和林三人 任务需要潜入敌人后方 所以凶险程度可想而知 当时的水门需要前往支援其他战场 以为卡卡西一个上人加上林戴土两个中人足以完成任务 结果这一分开就出事了 虽然最后完成了任务 木叶取得了战争的圣灵 戴土却葬身于地底 成为了被刻在封碑上的英雄 而这一次任务也成为了改变戴土和卡卡西一生 甚至整个人界命运的转折点 被搬救下来的戴土最后成为了小组织背后的幕后之人 招收重罪叛人 抓捕尾兽 以一人之力于整个世界为敌 戴土最后能干的是早就超越了S级任务太多太多 第三位 狄达拉 狄达拉总共执行了三次S级任务 狄达拉是九岁叛逃村子 显然这些S级任务都是他九岁前干的 阎影村竟然给一个小孩子安排了三次S级任务 简直就是虐待同工 不过这也说明了狄达拉的天赋以及大野猫对他的幸运 如果他一直好好待在阎影村的话 四代土影就是他的 偏偏就是爱玩 根据大蛇玩的话 狄达拉在阎影村隶属于爆破队 干的就是爆炸的活 或许第三次人界大战极其年幼的狄达拉也参与过 并且名气还不小 最后战争结束 狄达拉没的东西炸了只能四处搞恐怖爆炸 被土影大野猫处罚 索性直接叛逃了村子 在外流浪了四年 四处接自己最喜欢的爆破认为 13岁被小组织看中 加入了小组织 因为热衷于艺术 小组织的活狄达拉都是抢的干的 成为了组织劳模 尾兽他一人就抓了两只 地尾和三尾 可惜最后非要和左柱杠杀 左柱只是问了一下路 他就气到自暴了 黑恩都感觉很可惜 不要工钱还喜欢白打工的手下 这世界上已经很难再找到了 第四位 赤杀致谢 S级任务执行了十次 谢被千代称为杀影有史以来最天才的傀儡师 初学傀儡技术之时 就独立一人制造出了父母傀儡 想想现在的看酒廊还只会捡傀儡 用的都是谢当年留下来的老古董 谢七岁忍者学校毕业 八岁升级到中任 所以他应该是以中任身份直接去完成S级任务的 凭借这份功绩还有家里的关系 谢如果一直待在杀影的话 最后成为封影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不过他应该还是忘不了父母的死 成为功臣大概就是为了能接近封影 取得信赖 最后谢将三代封影直接做成了自己的傀儡 就此叛逃村子而去 多年之后在小男的邀请之下加入了小组织 前期小组织的目的是接受任何战争任务 募集资金 期间谢为组织做了不少贡献 还带着迪达拉一起贡献过一个国家 第五位 鬼娇 执行的S级任务共有29次 对于一个20多岁的精灵上人来说 这个次数应该还可以 鬼娇在雾影的时候虽然还不是忍到七人众 但却是七人众之一西瓜山河豚鬼最信赖的属下 专门处理各种见不得光的事 所以他执行的S级任务估计大多数都是在遭遇敌人逃脱无望的时候 杀死自己的队友 避免任何活口落到敌人手中 泄露村子的秘密 不过最后讽刺的是 让他不管付出任何代价都要守住村子机密的上司 竟然成为了村子的叛徒 这让鬼娇多年来的信念直接崩塌 身为雾影忍者却要杀害同伴 自己到底算是哪方人 就在鬼娇干掉西瓜山河豚鬼 人生迷茫的时候 控制四代水影的戴土出现了 邀请他加入了小组织 两人算是有共同的梦想 所以鬼娇就这样成为了戴土最信赖的属下 为了创造出那个没有任何虚假的世界 小组织中鬼娇执行任务 比任何人都认真 四伟人助力就是他和又一起捕捉的 最后在绝大多数组织成员战死 包括首领佩恩都不在了的时候 鬼娇依旧还忠于戴土忠于小组织 第四次人接大战开启 他为小组织执行了生命中的最后一次任务 潜入联军后方窃取情报 原本藏身于奇拉比背着的娇姬之中 和娇姬融为一体无人能发现 却没料到名人觉醒了感知恶意的能力 鬼娇只能逃跑 不幸的是又遇到了自己这辈子唯一的可惜 最后落到了凯的手 被凯抓了去 为了防止脑海中的情报被山城轻溜读取过去 鬼娇拼尽全力挣脱 利用最后一丝查克拉召唤鲨鱼将自己施掉 连凯都不禁动了 会一辈子记住他的名字 第六位大蛇丸 大蛇丸虽然最后叛逃了小组织 但毕竟曾经也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执行的S级任务共计有108次之多 其实这也很正常 40岁之前大蛇丸一直都在为牧业效应 打过了整个第二次人界大战 何自来也以及刚手被半藏封为了牧业三人 这段期间大蛇丸执行的任务不计其数 也算是牧业的大功臣 虽然这些S级任务具体都是什么并不清楚 但和半藏交手应该就是其中一次 面对半藏的山交鱼剧毒和起爆浮苦物以及顺身术 三人好几次都要被杀死 如果不是半藏起了爱才之心 三人应该是要交代在战场上的 没有了大蛇丸忍戒估计要少很多精彩 加入小组之后 大蛇丸似乎也没执行什么任务 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得到轮回眼还有血轮眼 最后发现小组织这些人自己谁都打不过 继续下去也只是打白弓 最后索性叛逃了小组织 成立阴忍村后 大蛇丸成为了得下面人派发任务的阴女 已经不用再自己执行任务了 第七位 角都 来自龙颖的角都被称为与天地同寿之人 小组织中91岁的他最有资格称大野 当年他也是村中怀揣梦想的年轻人 甘愿为村子打生打死 连暗杀初代火影这种任务都改结 这一定是他在村子中的最后一次S级任务 因为注定无法成功 好不容易逃生回来还要背负任务失败的处罚 关于角都执行过的所有任务次数 火影公事书中记载的全部为不小 大概是数量多的算不清呢 叛逃村子之后 角都过起了自由自在的职业赏金猎人生活 无畏任何人和组织笑脸 只有金钱才是自己最信赖的伙伴 加上帝院与秘书 他能夺取任何人的心脏 强大的实力加上无尽的寿命 以及存了大半辈子的金钱 角都这辈子可以说是无忧无虑的 不过他最后还是成为小组织的打工人 付费上班大概就是对角都最好的描述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 加入小组织到底有啥好处 四处忙里偷闲干 似乎好不容易赚到一点点花钱 结果还被非断嘲讽 要被作为大家抓尾兽的奖金 明明可以单单非得要跟着老板创业 最后人死了钱还在 估计都存在小男们了 最后的黑绝白绝 长门小男以及非断四人并没有任务记录 其中长门小男从小就是孤儿 虽然在自来也的教导下成为忍者 但并没有得到鱼影官方也就是伴藏的任务 算不得鱼影正是忍者 虽然和迷燕一起创办小组织初期 几人都执行过各种任务 但本质上相当于是自发性出强服录 并没有执行过忍村之间的任务 而非断其实连忍者都不算 只是因为出生在汤影村 所以佩恩给了他一个抗影判人的护额 作为身份标识 不过和角都搭档 抓捕三位和七位应该也算得上是S级任务 至于职务人绝 同样连忍者都算不上 在组织中的作用就是传递信息和打探情报 联系四处出差的小众人 所以就算是在小组织 绝应该也是一次S级任务都没有执行过 以上就是小成员们执行过的S级任务次数 如果有错误欢迎大家指出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是永代妹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